骑士绿灯后执行10秒后 路数突然 骑士刹车也来不及被路数直接砸中 连人带车摔进树枝里面 后方七机车目睹瞬间 幸好没有跟着撞上去 骑士还能够站起来 从树枝树叶里面走出来 意外发生在台风天 28号早上7点半左右 地点在云林轮沛丰路 被砸中的冯信骑士只有轻伤 不过当天吹起了七级阵风 冯信骑士一早骑车 本来要到麦寮六清上班 没想到途中就被路数K中 挨了皮肉痛 骑士很大声 骑士很大声 我在手里我就撞出来 他就计定就是把大王传一样 就叫他撞滚 而彰化也有路数因为强风倒塌 彰化20大岸街公园 两颗懒人数哄的一身 懒腰折断砸中的路边车 里长到床之后赶紧通报公所来处理 幸好没有人受伤 不过被砸中的车是红线围停 车主还得先吃一张600块的罚单 车损部分可以向路数维护单位求偿 TVC的陈志忠张崇敏黄国军裸心 云林彰化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